第一场电视证监发表会昨晚结束 今天一早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接受电台的专访 对于他上任三年来经常被骂是无能政府 民众对政绩无感 马英九虚心的表示 执政总有包袱 重点是态度 才刚结束第一场电视证监发表会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隔天照样不到六点钟起床 一早接受电台专访 执政总是有包袱 以前有句话 当家三年连狗都嫌 重要的是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以及你采取的策略跟做法 面对上任三年多来经常被骂无能政府 民众没敢收到任何政绩 马英九表示 民进党过去执政八年 做不到的他都做到了 积极改善两岸关系 与台媒关系也更加密切 像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像免签只是其中之一 民进党执政八年 一共向美国采购了86亿 结果我们呢是183亿 卖给你卖给马英九呢 是不是那是因为我无能吗 甚至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 要以台湾共识来取代 马英九要对手蔡英文认清事实 我们三年前当选的那天四天后 胡锦涛跟小布希通电话 他说的那句话你记不记得 他说我们要跟台湾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恢复协商 而九二共识就是双方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但双方的定义不同 马英九也呼吁两岸 不要只有大陆抓住一个中国 台湾抓住各自表述 更加蔡英文别在名词上做文章 马英九接受专访谈两岸及台美关系 试图挽救紧绷选情 二游位是双双林俊峰 台湾报道